微微里凉 滔滔黄河 山川间 深藏一座英雄的城市 百转千者奔流不息 汹涌的黄河水清澈美丽 只因黄河兵的人们用心守护 您觉得山上这个书对您的生活变化大吗 有变化 过去风沙可大了嘛 风沙吹了以后你眼睛了嘛 现在都一年了嘛 近山峡谷 以山为笔 以水为墨 大自然会求出一幅壮美的图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天下黄河 第46集 近闪近美 魅力绿梁 正在播出 黄河是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 地处黄河东岸的山形 是一个郁语无数传奇的地方 太行深处 黄河沿线 粉水岸边 中华五千年文明时 在这里沉淀 交融 绵延的黄土高原 与翻腾的黄河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厚的印记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天下黄河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了位于山西省的旅梁市 旅梁因旅梁山纵贯南北而得名 我们现在的位置 右手为川 左手为山 山川紧紧相依 旅梁这片土地 就是由旅梁山和黄河携手塑造而成的 它不仅是一座山城 更是一座与黄河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城市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旅梁市区的北川河边 能看到河面非常的开阔 河水碧率清澈 它贯穿城区之后 与东川河 南川河相遇 汇聚成三川河 成为黄河的一级之流 近代以来 这里一直有着英雄旅梁这样响亮的称号 那段红色的历史与黄河 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们天下黄河设置组 在旅梁的行程 就从这里开启 黄河从旅梁流过 由北向南 柳京 兴县 林县 柳林 和石楼四个县 流程全长296公里 同时旅梁市境内河流众多 三川河 坟河 宇门河 孝河 文宇河等 万一流淌在旅梁山周围 把旅梁点缀成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绿洲 初到旅梁 设置组来到新城的如意湖公园 快看这个如意湖公园真的太漂亮了 这个就是我们旅梁最漂亮的一个湖 蓝天白云 碧波荡漾 远处有村庄 近处有楼阁 真的很像一幅画一样 这个水是来自北川的水吗 对 这个是我们位于旅梁新区所在地 旅梁新区从2012年开始正式开工建设 一直到今年已经有11年的这个时间了 比如说我们沿路看来有这个群艺馆 这个是我们围绕这个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还有再见的体育中心 另外就是今年4月份 我们搬迁的旅梁市人民医院 张熙宇是旅梁校一世人 对于家乡的变化 除了作为市民的切身体会 更多了一些媒体人的观察 听张熙宇说 旅梁城区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 气候四季分明 拍摄期间站在如意湖畔 阵阵微风吹过 给人一种甘爽清新的感觉 就像我来到旅史不是已经10年了吗 所以我对旅梁城区的变化有切身的感受 你比如说像在我查阅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 发现在1977年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顺口溜来形容那个时候的旅史 光凤山 秃龙山 污水乱石烂河滩 旧平坊 土泥街 灰渣倒在大门边 就是你通过这个顺口溜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时候的旅梁城区它是没有概念的 它也没有这个道路两旁或者种植这个 绿植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穷山沟的这样一个标签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旅梁城区的这样一个变化 很崭新 对不对 而且给人很干净 还有都市的感觉 对 而且大家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 幸福指数特别高 2022年4月1日 旅梁市城区范围内 所有城市公交线路的运营车辆 对全民开访免费乘坐 这不仅鼓励了人们绿色出行 也让旅梁人更多的在行走之间 感受着家境的变化 沿北川河一路向南 河畔两岸绿树成因一片清脆 周边错路分布着三四个大型的公园 其中位于老城区的城南工业主题公园 是当地人休闲娱乐长期的地方 这原来是一个工厂是吧 对 中旅焦化厂 哦 焦化厂 改变成了公园了之后 它那个工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对 绿化这么好 原来铝梁工业是以什么为主啊 煤 还有铝 铁 十多年前 一些体育运动爱好者 他们的这个活动场地是非常小的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中旅焦化厂 改造成这个城南公园之后 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场地 我们这边有这个亲子儿童游乐园 具有科教主题的这个展览区 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旁边就是一个足球场 足球场 篮球场 篮球场 还有排球场 网球场 这个场地租乐的话 比如说在里面玩耍需要费用吗 不需要 公益性质的 免得开放 所有的都是 所有的都是 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状 如今 焦化厂经过升级改造后 曾经钢铁林里的厂房旧貌幻新颜 与充满着急的运动场 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等 共同组成了其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 离开城南工业公园 我们独自在里两老城区走走 与新城区相比 这里的街道略窄 但却更加繁忙 车水马龙间 一斤斤小餐铺 人气很旺 碗团是当地最有特色的小吃 看碗团就是长这个样子了 按照当地人的口味呢 我加入了最关键的这个辣椒油 然后配了一些醋 油炸花生碎 葱花和姜粉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碗碗团了 能看到它周围这个颜色 是发一点香郁的这种颜色的 我们来尝一下 口感好滑 又滑又嫩 特别像一种做的很精致的点心 加皮冻的那种口感 我觉得它这个口味当中 灵魂辣椒油是最关键的 炸得非常的香 搭配一些醋和花生碎 又给它增香 又能增加一些酸甜的这种口感 夏天吃这个还蛮结束的 碗团两元一碗 在山西的其他地方 碗团亦被称为碗禾碗托 碗团虽小 却是很多旅粮当地人 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的美食 在这家小店的后厨 我们找到了 从事碗团生意多年的菜军王 这个是什么 荞麦 荞麦以及锅生粉 然后都有水 对对对 这个是熟的汁还是生的 生的 先从和面开始 它和面要和两个半小时 它一斤荞麦 三斤八两时 它要慢慢地和上这个面 然后慢慢地倒水 慢慢慢慢地跟它红成酵 这个荞麦出了一顿碗 这特别均动 然后为什么要搅拌了 它就沉淀下来这个酵 一搅完以后 它这个就均匀了 它出了一顿碗 都是一样一样的 蔡君王告诉我们 他用的荞麦面粉 都是来自陕西 由于那里的荞麦产粮糕质量好 因此一直都是它的首选 碗团的做法并不复杂 粉浆搅拌均匀后 用漏斗在此碗中盛上半碗 之后再蒸25分钟即可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 蒸好的碗团出锅后 必须立即进行搅拌 否则就会凝固 这个蒸完之后 其实它已经有一点这个韧性了在里面 但是越搅越煎到越好吃 大概要搅到什么程度 搅到那个光滑了 光滑 对 滑已经开始上劲了 因为搅它们这个里面的组织 就会都缠绕在一起 对 都紧了 这个整个碗团它里面是很厚实的 料特别的充足 挺累的 这个搅一会胳膊就已经酸了 蔡君王说 店里每天都要这样手工搅拌 三千多份碗团 搅拌的时间越长 碗团越心倒 碗团好吃的另一个秘訣就是 油辣椒 由于各家碗团店的油辣椒配料不同 碗团的味道也各有差异 跟随蔡君王 我们来到距离碗团店不远处的 辣椒加工厂 这个辣椒酱里用了什么料啊 这个的料里头有好多了 有20多种调料 花椒 大料 湿姜 芹菜 葱头 它放下去就把料砸进去 做了有味 它的温度有大到280度 这个辣椒酱好在哪儿啊 这个辣椒酱就是我们当地老百姓种的 北京红 易度红 朝天椒 美人椒 螺丝椒 对对对 好多种辣椒 搭配起来 对对对 才都是在本地产 本地种是吧 对 不能上化回 都是奴家回 那个地方都是没有污染的地方 产下的这个辣椒 厚度厚 辣度香 碗团在旅粮市柳林县一带 是非常有名的小吃 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 蔡君王是柳林县人 12岁时便跟随父亲和爷爷学习制作碗团 在他儿时的记忆中 父亲就是一边尖挑扁担 一边售卖碗团 成年后 蔡君王先后办过空心砖厂和洗煤厂 但事业并不顺利 后来他关掉了厂房 重拾碗团这门手艺 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技术给精进过来的 因为我们这儿没碗团的可多可多的 我听说随家的好 我就去拼巢 他们也不让学 根本不让不教你 但是我买回来 通过麦麦的琢磨 看她的原材料什么的 也麦麦的拼巢的 大概多长时间之后 您这个店就开始做得风生水起了 在你以后就住得有点气色了 这个漆狗的名字是您的名字吗 对 我家兄妹漆的 我老漆 是狗的 70年的 这是您的小名吗 整家的小名 所以您就取名叫七狗碗团 是吧 多年的积累 蔡君王的碗团店 开得有声有色 目前她在旅梁市有六家连锁店 并对外免费加盟 她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碗团 爱上碗团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 除了喜爱制作家乡美食 蔡君王还是一个热心工艺的人 我看您这边还有这个牌子 智力工艺成就未来 您是做了一些工艺的项目的 是不是 您都做了哪些工艺的事情 这可多了 真的 嗯 嗯 因为我从我父亲开始 就是 嗯 一直传 传叫我嘛 嗯 哎 行事也记得 嗯 哎 做好事 小的时候就感觉到 传授父亲的这个教育 看过孤瓜老人 留守儿童 哦 移情 嗯 给他们我们这周边的帽子呢 把那碗团呢 口罩吧 这贫穷的学校 捐吃捐物 嗯 做生意人品是第一的 嗯 做不好人品 你做生意啥也做不成 十几年间 蔡君旺总计以捐资捐物 约180万元 诚恳待人 已经成为她的经理之道 在碗团店商铺的三楼 蔡君旺还把整层 约600平方的场地租立下来 并布置了10张乒乓球台 为社区周边热爱体育的人们 提供运动场所 交谈中我们感受到 这些乒乓球爱好者 与蔡君旺早已成为朋友 他们或许因美食与碗团而结缘 或许因切磋球技而相续 碗团融入了近西北人的一餐一饭 这块球场也见证着 像蔡君旺这样的旅良人 对生活的真诚和用心 白转千折分流不息 汹涌的黄河水清澈美丽 只因黄河病的人们用心守护 您觉得在上这个书 对您的生活变化大吗 有变化 过去风沙可大了嘛 风沙吹的以后 你眼睛了嘛 现在是一年了嘛 以山为笔 以水为母 大自然汇求出一幅壮美的图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天下黄河 第46集 《尽闪尽美》 《魅力旅良》正在播出 旅良既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城 旅良的建制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 当时旅良竟内有 离石驿 烈驿 驱驿 中阳驿 平头驿 瓜岩等 而说他年轻 则是因为旅良地区直到2003年才彻底设施 旅良市的唯一市价区 离石驱 古城石州 处于旅良山脉中部 这里沟壑纵横 黄土两毛 起伏连年 现在王老师呢 带我们来到了凤山之上 从这里来看城市景观 还是非常漂亮的 整个旅良市呢 离石市区呢 就是在几个山中间峡谷的地带 过去离石的故人们 有个送口流 山山报石周 东水向西流 红管坐不住 情管不斗头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 山山报石周 咱们现在在的就是 叫凤山 凤山 对面有踢他的那个 是叫龙山 西边的叫护山 哦 这山铸山抱着石周 还真的是把它换抱住啊 换抱住 东水向西流 绿良山高 荒河在西边 不仅仅是这个 大的山山河 其余的这个绿良经济的 这些其他河的 都是向西流的 嗯 红管坐不住 情管不斗头就是 在这里就是战略要地 的对于是轴窘住地 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呢 都有叫做轴管 嗯 被打死的 横川旅良市区的河流 共有三条 我们脚架的是东川河 它与北川河和南川河 交会形成三川河 在下游流经柳林线后 注入黄河 王淑平告诉我们 离石区内 目前还保留一段 明清时期的古城墙 跟随王淑平 我们来到莲花池公园 这段古城墙 就位于公园旁边的山坡上 哪一部分是古城墙啊 这一部分就是约石城墙 成都杀灭这一路是行 这大概是什么年代的这个城墙 应该是明代的 明代的 明代总体自切 这个历史城 这大部分倒是兔城墙 到明朝的龙庆灭以后 明蒙毛动比较厌重 草约明桌大豆石头 把石头城谷歌以后 对石头城进行毁灭 自后了明朝政府了 在北伐的去夺的这个县城 城墙才保留专头 眼前的城墙高于20米 虽只有一段 但却不乏恢弘的气势 王淑平介绍 明代嘉靖龙庆年间 长城沿线军事冲突不断加剧 龙庆元年 蒙古暗达率兵数万兵分三路 自山西朔州老营 偏头关长驱进入山西 攻破石州 石城石州之变 战争过后 石州城的规模也发生了改变 原来的这个城墙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制的 这就是明代的石州城的圈徒 张宝先生在这一带 在西边 在西边 上面是列华池公园 龙庆年以后 石州失变以后 蒙古人把石州城大破以后 地挂人席 难以聚首 石州城就是大城给小城 第二个就是兔城变专城 继续东南败别 这面就是缺步就不幼了 发弃了 这儿从修了个东城墙 这儿从这儿 这就是青带的这个城墙 这就是青带 这就是青带的城墙 看出来了 整个这一边就截掉了 这边截掉了 这就是青带的城墙 咱们现在在这儿这一带 古城的规模发生变化后 石州已改名为豫武宁州 王淑平告诉我们 吕梁山满西戈黄河 于陕北相望 是由进入陕的门户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革命战争年代 吕梁山这边区 是红圈东正的主战场 禁随边区首府 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 机关所在地 据不完全统计 1940年至1945年 禁随边区人民 共缴纳工粮1686.35万公斤 其中铝粮就占了675万公斤 解放战争时期 铝粮作为禁随边区的腹地 承担了工给中央和西北财政 物资等支出的主要任务 一个重要的高级军事会议 也曾在这里召开 那当时军事会议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说 党史的话就是 历史已经解放 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当时解放战争初期 这三百呢 甲介石忽总的 几十万军队要博外阴暗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阴暗 驻右的军队 导到了切法 这个三百战场上 军队横手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央军委 致死了就是 彭德辉 西仲雄 在这助持 召开了一个高级军事会议 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 就是说 发起绿梁战役的第二阶段 竟然就是发起 军队横手 把湖中呢 在三百战场上的军队呢 吸引到花河之冬 交到借情 三百国民党 对阴暗的压力 给阴暗大中央 重逢的重备 不为阴暗的时间 历史上 旅梁儿女捐钱捐物 舍身为国 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伟大的旅梁精神 日夜奔斗的黄河 也成为历史的见证 精神的象征 如今 当我们再次来到 黄河岸边 放人望去 绿色点缀着黄珠高原 让这里焕发出 勃勃的生机 设置组 从临线出发 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一路向南 开始寻访 今天黄河岸边的故事 看 我们就是沿着下面的 黄河一号公路 现在来到了海拔位置 大概在九百米的八宝乡 一路上呢 我们发现 这里的村落 都是坐落在河两岸的山坡之上 而且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是这两岸的山坡 虽然非常的陡峭 但是已经有一层绿色的植被 覆盖在上面了 听说很多也都是 这两年新种植的 我们来到这里呢 就是为了了解 这个种树这件事情 这个呢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高老师 高老师 您好 您带我们过去看看 大家现在都是在忙什么 好的 这些就是一会儿要种的树 是不是 对 马上就种 要往哪个方向去种啊 要往下面这个黄河岸边那个石坡上 高卫族所说的石坡大约有七十度 这是黄河岸边植树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远处依稀可见几位村民攀爬在崖壁间清理树坑 高卫族说 这一天来这里种树的有四十人左右 都是八宝江本地人 您好 看来这是什么树啊 这是测白 为什么要种这种树呢 因为这个树吧 它就是山坡树省长辣 这个树呢一年自己超绿 大概要种多少啊今天 今天就是种个两千左右 我们今天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吗 可以一起栽吗 不要这个你们去不了 那个坡太陡了 是吗 太陡了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有的坡度了它都七十度以上了 太高了 好 一会儿我们过去看一看 种树前 村民们要先用背楼每人背上五六棵树 把它们运到山对面的坡顶 再利用绳索缓慢示茫到山腰 高卫族告诉我们 几年前 这片山坡还是一片荒凉的区域 并没有制备 经常是大风一过 黄沙满天 如今行走在山脊 放眼望去 天越来越蓝了 山也渐渐绿了 家乡也更美了 行走大于二十分钟 我们来到坡顶的一处悬崖边 高卫族说 由于土层薄 生存条件差 有些栽种的树苗未能成活 这片区域还需要不定期地进行补灾和维护 这个是绳索 安全绳 安全绳 就系在这个人身上 对对对 人要下去吗 人不下去 它都往下掉了 有这个威胁项了 明白了 站在现在这个抖崖的边缘上 对对对 下面有种树 你看打不到坑 躲在坑里边 一个坑中一个坑 下面有栽码尖 这个以后把它用在这个树坑内 然后就栽 哇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看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这个牙壁已经非常陡峭了 其实能看出来 现在这个陡牙上面 大多数是石头的这种 都是石头 土的很少 这个石头的吧 它都携轮这个石坑 轮好树坑以后了 整个取得土 回天到这个树坑内 然后就栽栽 这个取土也小小小的空 站在牙壁去牧院跳 满山遍野都是清脆的树苗 这些树 都是高位族带领村民 在近几年栽种的 一共500亩 约4万株侧摆 为了攀设村民们在牙壁上种树 我们也尝试走上陡坡 天哪 我们想到了这条路 可能会特别的难走 但没有想到这么难走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我们现在路过的 已经最好站立的位置了 但你会发现 这个坡度真的太陡了 而且脚下很多的碎石 我特别地害怕 因为我这个下面 几乎是没有掩体的 我往下一看就是牙底 感觉自己一脚滑 就可能会摔下去的感觉 因为这个上面石头太多了 所以脚特别不好抓地 我觉得这些大哥们 每天要从这里 走到那边栽树的地方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由于我们是新手 在岩石陡坡间攀爬非常吃力 需要格外小心 只能一步步挪移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 我们来到山腰间的一个拐弯处 因为前方过于陡峭 湿之处已经无法继续先行 拍摄当天 黄河岸边的温度 达到35摄氏度 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 体感闷热 令人口干舌燥 火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石头山上处处烫熟 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 这些村民为了荒山变绿 而付出的艰辛 来到这里呢 我们也决定 在这里种下一棵树 跟着老师 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黄河边 种下远方的家的一棵侧摆 为这里增添一份力量 这棵是吗 好 面向黄河 景观非常好 寿苗放进了这个树坑 寒的时候了就是发生的 对了 有风症 风症 对了 埋上这个黄土 对 那就好了 侧摆成功种下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还需要引黄河水 为树苗反复浇灌三次 之后树木所需要的水分 就要靠大自然的风雨恩赐 高卫族高所们 在其他坡度较缓 土层较厚的区域 他们还会种植一部分 增采的火炬 金野鱼 以及增收的莲桥 山桃等树中 提高村民的收入 我想问您每一次栽树 都得是来到这种悬崖峭壁上 是吗 哎呀 基本上全部是 全部是这样的地方 对 哇 您有算过自己来过 这种地方多少次了吗 哎呀 记不得了 反正是每次都有来的 那大概什么季节会种树啊 就一年大概有多长时间 要花在这件事情上 应该是春天跟秋天 大概要多长时间吗 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 春天三个月左右 嗯 每天来吗 每天来 您觉得山上这个树 对您的生活变化大吗 嗯 能感觉得到有变化 过去风沙可大了嘛 风沙吹了以后 闭眼睛了嘛 现在不闭眼了嘛 哦 吴海龙告诉我们 春秋季节 他每天要种大约一百棵树 能收入三百多元 虽然辛苦 但相比于种地 种树的收入更高 烈日下 一位位皮肤有黑的村民 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改变着家乡的黄山 近年来 随着黄河沿岸商台修复至里 黄河水也正逐渐清澈 变成人们心目中的幸福河 如今 当村民再次站在山坡上遥望 黄土高原已经不再荒芜 生命的难率正慢慢覆盖群山 我们想知道在铝梁整个现在 在黄土高部上植树 已经占了多大的面积了 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的 蟹里边是从2007年开始 当时候这个气口鼓正 它这个支壁的比较吸收 生态环境也很脆热 为了改善这个生态环境 我们就在那儿探索 在这个施质的这个山区 就是造一部分林增加这个支币 从07年开始的就是从南到北 每年就是治理2万多 累积下来已经有将近30万 30万亩的面积 唐武顺告诉我们 植树造明后 由于冲刷进黄河的泥沙量减少 河床登到保护 下游的水患灾害也会相应减少 未来他们打算用5年的时间 逐步完成林县段内97公里 黄河沿线各支流水系的生态治理 让黄河两岸草木茂盛 青山林立 黄河二岐浪花翻滚 探访九区黄河第一镇 这儿的流速好大呀 已经能看到这么汹涌的 这种白色的浪花了 近闪峡谷以山为笔 以水为墨 大自然会救出一幅壮美的图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天下黄河第46集 近闪近美 魅力吕亮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天下黄河设置组 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继续向南行驶 前往汽口古镇 一路上黄河两岸万河千岩 溢溢溢 众多水汽涌入黄河 在河滩上冲出一片片碎石滩 听当地人说 这被称为汽 据记载 在黄河上有两个著名的汽 一个是湖口瀑布 另一个就是汽口古镇边的大桶汽 也被称为黄河二汽 出行大约一个半小时 我们来到大桶汽 哇 快看这一片河滩上 有多少这样大的石头啊 风水期的时候 是不是河就全都没到这边来了 对 哇 那真是暗礁太多了 对对 咱们看到的这组河道 这就是黄河 右手边看 那就是秋水河 秋水河 是黄河的支流秋水河 也是临线的母亲河 这个流速好大呀 已经能看到这么汹涌的 这种白色的浪花了 因为这块的落差大 这一段河道有十米的落差 那么这个落差又怎么形成了 是由于这个秋水河 从沙进来的这些沙石 就是临线以后的提高了这个河床 提高了河床 所以导致这一段逐渐落差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名字呢叫大桶汽 黄河大桶汽 气口鼓震因气而生 黄河在峡谷中转弯 河道宽度由500米 突然缩成了近80米 河水在这片明交林地 暗交无数的巨石堆里穿行 激起层层浪花 上游是来的船只只能再次停靠 无法继续前行 同时气口鼓震西街陕甘宁蒙 冬莲太原京津 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 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再次迎接 因此这笔被誉为 九居黄河第一震 从空中俯瞰 秋水河与黄河虽然彼此交汇 但却界限分明 在流经大同气候才相互交融 最终奔向远方 跟随陈海平 我们来到气口鼓震的老码头 气口的码头是天然码头 如果是要建这个所谓固定的码头 那黄河经常发洪水发大水 发洪水的时候 那河水能涨到房子上面 就捡到上面去 那么如果建固定码头了 它建起来很快就要被可能被重缓 那么第二个营兽呢 就黄河的特点 寒沙比寒泥要多一点 水断去以后 急促很快就稳定了 能承载这个重量 所以人再踩上去 它也不会炫 船靠岸的时候 它也可以承载户 还有一个特点了 黄河的资料 进来以后 抬高了河床 水省了 水的这个省度够了 也能停船 那么再一个了 有气以后了 水要形成一个 炫雾状的一个流动 七个这个岸 能形成这个落差大的这个岸 所以它再重了 刷过来以后 它又吃水的省度了 又吃水的省度了 就能在这个岸边靠 汽口古镇共有三街十三项 我们走的这条路名为西市街 西市街主要是码头装卸 和仓储货物的区域 中市街是金融等服务行业 聚集的场所 而东市街则是骆驼 罗马等陆路运输行业的地方 三条主街彼此相连 形成长于无底路的 汽口主干道 看这条巷子叫百川巷 哇好漂亮啊 这个就是一条古老的巷子 古老巷子 那么这个巷子 截固着什么功能呢 第一是这个用术铜刀 它有一个特点 您看到它这个 没有台阶 没有台阶 麦哥一块十八 这个算是缓冲带 缓冲带 缓冲带 它起起一个作用 第一是河道往往镜的作用 第二呢 切红丝 也就是减换洪水流速的一个 那么再一个关键是在用术的时候 因为这些地方都不河多 它不能用车 不是这个人台减扛 就是那个罗马 罗马那么有台阶 它不好走 那么人台减扛上物质 要上坡的时候 有台阶也不好走 总结不能停下来 那要休息的时候 怎么休息了 这样卡的 这个脚卡住 这就靠一下 才能歇会 很巧妙的设计 就这样 对 还挺省力的 整个这半个身子 都可以靠在墙上 西口古镇的向道一山就是 并没有台阶 向道中间的拱门 大多是为了方便高处的院落 彼此通行所见 在西市街上 由于靠近黄河 街边的很多老建筑 都被改造成了饭店和客栈 因此游人也很多 在这里 大家不仅可以畅游黄河 也可以感受叶寿黄河岸边 古窑洞的宁静 好高啊 对 这就是西口这个建筑的一个特点 又宽又高 因为当时呢 这个用术工具做的是大绳口 以骆驼为主 哇 好漂亮啊 这个建筑 很古朴啊 一看就是老房子了 这个建筑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建筑有两百多年了 它是从明朝开始 这物肯定需要再扩建 这里面做的是长处 隔台高 我们的西口这叫高隔台 大舱口拖来东西以后 我想现实转线方便 还有了台阶方便 曾经繁忙的仓库 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息的地方 西口客栈依山而建 房屋错落有致 可以同时为一百五十人提供 会议 餐饮和住宿服务 客栈内一步一景 绿意盎然 站在二楼可以远眺大同气的波涛汹涌 虽然天气炎热 但身在屋檐下 却能清晰地感受到 隐蔽而来的丝丝凉意 看 面前就是黄河 真漂亮 这种客栈 你看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实际上 这也是长处的库 它这个叫寒散叶 两米多 有两米五 这块有三米二的 这个一般是违反咱们 做散叶的常识 因为它大阳光 因为它放东西 做散叶比盖这个腰洞 要造价低多了 也省事 所以这块就是堆积一下户 只要那个雨淋不着 已经很快就要转上走 还有建筑的 你看它这个特点 它上面的木头 船板 船杆 铸地取材 就拿来做的这个建筑材料 它其实是不像很多 就豪华的客栈里面 有一些雕刻 对 雕刻 它是用古朴的木头 就在上面一搭就好了 对 古朴的 胡麻油 以及口外产的皮毛 盐碱 药材等 销往内地主要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北路的沙湖口 另一条就是黄河水运到汽口 再运送到晋冲平川 水路交通的便捷 让这里成为晋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陈海平说 目前汽口古镇的很多军民 依旧在中世街巨住 跟随陈海平 我们前往他的一位老朋友家 打扰了李大叔 好 好 不打扰 好 好 好 我们听说您很早之前 就在黄河边做过歉夫 所以过来特地拜访一下您 我以前就干了好几十年了 是吧 对对对 这是您的家吗 这是我的家 我看现在这是开了客栈了 是吧 对对对 一共几间房啊这是 九间房 九间房 这两间还有哪里有 对对 还有七间 看看这个房间好不好 你可以 您来看看吧 平常也是您自己收拾打理吗 一般是我老板收拾的多 我也帮忙 很干净啊 您二老板这个房间收拾的 对 李世喜十七岁开始在黄河边拉倩 有着三十多年的倩夫经验 二零零零年 他抓住家乡开发旅游的商机 在镇上搬起了民宿 为来自全国各地写生的 美术院校师生提供主宿 忘记是 他的民宿每间不到两百元 惊喜实惠 李世喜不仅形象淳朴 他的黄河浩子也唱得很有味道 您能跟我们唱两句吗 我们感受一下这个黄河浩子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啊 黄河的潭 黄河的水 在祖祖伯伯伯家把 穿伯伯伯那么那么一样 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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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力量 特别有感染力啊 这个浩子 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使劲 对对 使劲吧 使劲万好 下一段就是这个调 跟那个不一样 走切拂 这儿听 下河 马船这么起 永生 要么那么一样 好爱 好爱 虽然已经年过七旬 但李世喜表演起皇后浩子 依旧铿腔有力 现在歇下日 他还经常以欠负的装扮 未来古镇逛逛的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 充当模特增加收入 您现在觉得这个自己的生活 和当时拉签的时候 生活变化大吗 差得远了 以前那个时候 困难时间 那么生活太艰苦 70年代的时间 那个时候你一个月 整个五六十块钱 就算整个 现在生活水平 你看吃的可能 成的像这样 肉菜 熟菜 摆面 大米 馒头 烙饼 油条 挺好的 包括我有时候 就穿了名牌衣服 对 而且您现在 也是个小名人了 是不是 大家来了都算 不像老百姓 我们七口的这个 也是辛苦 不像老百姓 不像老百姓 但我以前最喜欢的 就是爱戴着黄河 为什么这样说 他富裕了我 我吃的黄河水 粮食也都是 黄河水较大的 我就喜欢着黄河 虽然说拉签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 但是您觉得 他还是养育了 很像一个大批 黄河两岸的 这个中华人力 七口古镇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古镇人对家乡 都有着深厚的情感 在后继的一条小巷里 陈海平台我们 拜访了另一户人家 原来是一个官研局 清朝的时候 是专门管理先严 买卖的一个机构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样子 是有经过后来修缮的吗 这个是因为 它年久是修缮 已经看得不像话了 现在七口开始 发展旅游了 政府也支持了 把这个回复修缮 所以等于我们现在进来 看到的就是当时 官研局的那个 整个它的样子 就是现在这样 对 几百年前就这个 那这个房子已经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装修的呀 我从2013年 夏天开始吧 到一几年 上下水 地暖 建筑 装潢 干了六年 为了保持它的原貌 只能就是有多少钱 干多少活 干的干的没钱了 暂时停下 不愿意把它 稀里糊涂地干好 您这个执念来源于哪 为什么想这样做 我从小就在七口长大 七八岁开始 已经换了四个家 原来在一个小窑洞里面 后来变成一个大窑洞 后来变成几孔窑洞 03年开始这个七口发展旅游 我到13年回来的时候 已经初步成心了 我也想让我的院子 暴流七口的味道 不要让它变了味 不想让房子变了味 对 特想让它还恢复这个原来自己 恢复原貌 想象中或者家乡当中 那种美的样子 像师父看到的地方 陈泽斌告诉我们 他在古镇上的老宅并未打理 一家人平时就在这里居住 目前他已经投入了一百多万元 把窑洞的内部重新装修 并改造成为民宿 小小的四合院既保留了原始的外观样貌 也拥有了现代生活的便利 临近傍晚 我们和陈海平再次来到黄河岸边 感受这里的独特之美 船行在河面 两岸青山佳致 黄河水碧绿清澈 其实我们行走在这个黄河上 就感觉这是一个流动的看台 对面就是非常美丽的画布了 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 而且特别的有立体感 我发现就是大自然雕刻出来的一种景观 它就是那个线条 包括它的那个样台 都是不具一格 然后天马行空的那种美感 是不是 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黄河画廊气口景区段 长约五公里 崖壁之上千姿百摊 一处处造型浑然天成 这些天然的浮雕 是大自然的节奏 行走在黄河 我们感叹这里自然的神奇和壮美 也感谢生活在这里的人 为我们讲述家乡的故事 夜幕降临 气口古镇依旧热闹 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 在黄河的韬盛中 聆听着气口的往事 时光如流水 气口 这座黄河岸边的古老城镇 今天还在讲述着新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